如果我嘴唇的時候 都有一些東西是要記住的 就是慢慢你變成了一個習慣 就已經format了到腦袋裡 就是你要記住自己要溫柔一點 就是那些硬生出來的 女人那些我就不會做的 另外就是不要那麼多口水聲 就是不是日本人吃麵 孔子金句宣揚傳統儒家文化精神 今天的孔子金句是 《君子有三界》 《君子有三界》是出自論語貴事第十六 孔子認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 都有不同的律界 少年要戒之在識 識字頭上一把刀 年輕人血氣方剛 控制得不好就好容易惹禍 壯年要戒之在鬥 就是避免與人爭鬥 遼是鬥非 其實每日報紙上看到的不幸事件 不少都是一時意氣所致 至於老年就要戒之在德 意思就是要戒除貪念 萬般帶不走 在人生的黃昏 貪念是深魔多於一切 記住以上三界 在個人修養方面 會有一定的幫助 孔子今句是由郭兆明博士贊助播出 欸 過來幫我看看哪個課程適合我 今次又想學些什麼 射箭咯 射箭? 你行不行的 早日曬雨淋 不怕辛苦嗎 不怕 美化射箭教室 現在在荔枝角港鐵站 上面開了間室內射箭場 不受天氣影響 幾遲都玩得 還有註冊的合資格教練駐場教導 最適合十歲或已成的初學人士去玩 完成還有證書 可以點報名 打2515-1161 或上www.vermond.com.hk 就可以了 香港人網 這麼說才好聽 星期一 三、五 蕭山坐鎮 陪你遊走古今時時 到盡民事哲理 風雅燒燒 現在開始 好 風雅燒燒的時間了 其實這一輪就是 你說一下周末 我們參加了什麼活動 不如 周末 我們去了 人民力量的 港島辦事處 開張 開張 都非常熱鬧 告訴大家 我們人民力量 在港島區 都會有所行動 那個位置 很厲害 在中聯辦 和西區警署的斜對面 好像 我們在那裡集合就可以了 昨天我們有 還有 前晚我們還有謝思燕 編劇班 前晚 編劇班 謝思燕 請我們 去了 他們很認真 又有畢業儀式 有些大計的 遲些編劇班的同學 會幫我們做一個 廣播劇 還有經典電影 主題節目 昨天我們有 2011年的 DJ班 畢業聚會 這些同學都很 很踴躍 他們真的很有心機 會開很多新節目 開很多新節目 給他們嘗試 也會把他們加插在 不同的節目 可能《風雅蕭蕭蕭》 你看不到我 就看到一些新的面孔 嘗試把它放進來 《風雅蕭蕭》 其實很多人想做《風雅蕭蕭》 放進來旁聽一下 看看能否先插到嘴 昨天還有 因為我們DJ班的畢業聚會 就去不了 人民力量的 回水八千的遊行 昨天也有四五百人 成績都不錯 他們提醒我 我的頭髮不是直髮 我只是剪了頭髮 剪短頭髮 他說最近頭髮變形了 是不是 那就是 Anyway 我們近來沒有染髮 沒有直髮 我們剪了 現在看樣子多了頭髮 真奇怪 剪了會多了 剪了會多了 這個 哲學問題 Anyway 接下來這個月 我們就完成了 整個節目 我覺得DJ班有一個 提醒我 一個很有創意的節目 一個十八禁的節目 就是AV劇屏 AV的碟屏 對 即是哪部戲大家做成怎樣呢 即是 即是 立即去片 不用播片 看一幕 即是他們劇屏的時候 你純粹只說就不行 為什麼我不光頭 這些是遺傳的問題 我的頭髮就是這樣 什麼時候再開DJ班 我們都 我們會開一個大型口才班 大型口才班 還有一個大型編劇班 決定 再增加 口才班 口才班我想跟皇上一起幫忙 即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罵人的藝術 即是 學怎樣罵人 就是訓練怎樣罵人 因為 因為 這個口才班 其實這個背後還有一個目的 就不是純粹學完就算 而是 進軍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九月立法會選舉 即是我已經想到 那個報名 這個絕對是真的 你有份參加那些 就是 P.M.給萬別 就是那個叫做 就是正義聯盟 我們有一個政治聯繫 包括了紫經俠 就是 Batman 這個超人 就是這樣 去懲罰那些奸惡人士 對 那就參與立法會選舉 但就不用你出錢 有人幫你出錢 當然不是這樣選到 參與的過程就是 警惡情姦為主要任務 就是罵衰的 你認為平時你罵他 他就不養不痛 但你在選舉論壇那裡罵他 你自己未必可以 但你罵他一定會罵他幾千票 不是 尤其是經過我率心訓練之後 你要解僱誰 一定可以罵到他選不成 這一個人 有誰站得住 劉慧卿的黃承志 這是我們主要的攻擊目標 訓練大家 是說他兩三件事 無論是任何場合 任何論壇 他問你任何事 你都不回答 我是說你 你不用說不回答 你又是說你 這個正義聯盟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當然就是要搞這個預算案 遲些才講這個問題 預算案 昨天搞了 這個星期日也事在必行 會有一個大型的街頭論壇 我跟RTV那邊聯絡了 他們說 嘉賓這兩天就會覆實 他們覆實了 我們先看看派誰 派蕭生去 跟他們辯論一下這個回水的問題 萬必就不是的 萬必去選就希望贏了 希望贏的那些就要第二條隊 這些不是希望贏的 即是你又出了名字 以及訓練一下 你談過這件事一定很夠膽 大膽訓練班 以及宣傳人網 是的 正義聯盟 即是 anyway 其實這段時間我都未講 其實defer了很多次 包括了 講想空很久的西藏問題 即是敘利亞問題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講一講 另外就是 關於城邦論 我一會兒會再講講一些小小的事情 不過anyway 有一個人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猜是誰 自己的聲音 大家好 我的聲音 可以是 你是有聲音 我也要訓練一下膽量和口才 我想 你來做教練 不行了 不敢當 不敢當 我反而來 各位聽眾 我現在正在台北 答分來想呼籲一下 第一就是 剛剛 蕭先生和漫斌也有提過 我們其實 一連串的 關心對這個財政於算案的活動 其實我們如火如荼當中 昨天我們就 由舊的立法會 遊行到新的政府總部 都數百人參與 聲勢也不錯 其實昨天集會 我也有提過 不過在這裡想借蕭先生幾分鐘 要是你們這裡稱眾多 希望就呼籲一下 尤其是由我負責 那區九龍東 其實接下來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下區去搜集 市民的簽名 希望爭取更多的 市民支持 我們人民力量 這個湖水八千的行動 希望 昨天也將多人參加 我們就會 Anyway 馬仔 所以接下來 我們希望 除了下區 收集市民 也可能會 有更多的集會 甚至乎蕭先生提議 說 可能在每個區 都會有少許的遊行 等等 希望換起更多的市民 關注 尤其是住在九龍東的朋友 或者有興趣幫忙 的 支持者 或者入網的聽眾 可以 PM我或者Facebook我 都可以 好 那我希望 你是不是在聽電話 馬仔 馬仔你不要開電腦 你只聽電話 要不然我們談不到 沒有電腦 OK 另外一件事 大家明白 第二 大家想 希望你說一下 是不是不再做 抑敏 踩場 以及為什麼 抑敏踩場 可能大家 有些誤會 我真的 跟抑敏 也有提過 不做抑敏踩場 所以 Birdle說了 所以那天 就短訊再跟他 關注 希望大家有個奉勢 都明白 這個決定 大家正如我之前 跟他說的 都是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工作 好像今天 我也在台灣 其實 接下來 我想 接下來 一年 都會 台灣的時間 你還要去台灣 可能要去其他國家 可能是日本 等等 所以 在時間上 比較緊張 我 唯有 也不想 整天不在 缺近 所以 不如 索性推出一個節目 這樣 好啊 但Anyway 大家都會相信 你會大力參加這個 人力的所有活動 是不是 我絕對是 所以 其實我都 人民力量 那裡我絕對 我也有跟 劉主席再確認 我多次就是 絕對無意 推出人民力量的執法 也都會繼續 全力以赴 希望是可以 盡點勉力 也都可以 用到的地方 我一定盡力而為 這樣 所以就包括 剛才我講的九龍東 的所有一連串的活動 等等 都會 我繼續做統籌 嗯 好吧 OK 大家明白了嗎 現在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也可能純粹 所以我可能 這個商界的手法 太過直接簡單 變了 例如 口說 說完一次 和毓文 然後 我打算補個短訊 讓他回應為 清晰一點 純粹是 用這種方式做了 可能大家 昨天的期上 有些少的誤會 或者可能是我做得 不夠完善 所以希望 各位 或者毓文 或者蕭先生 各位都不要誤會了 嗯 好吧 大家說不排除 你現在台灣有個女兒 現在其實是 因為那些是我過來慶元宵 情人節 對 中國情人節 就過了台灣 台灣妹是覺得 中國情人節比較重要 是啊 那2月14日就回香港 是啊 就是這樣 以為這邊 放天燈 所以要趕過來 好啦 OK 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都繼續多多支持 我們都有很多地方 會繼續努力改善的 希望大家都共同努力 可以令人民的強大 今年 尤其是有這麼關鍵的一年 可以繼續 壯大起來 我們做的每樣活動 都會很有意義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在車打公園裏面 被人預約了 嗯 我們打算回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 行人專用區 原來銅鑼灣是分七個小段的 嗯 七個小段都被人預約了 哈哈 現在我們入到信的呢 就是 王后像廣場 即是昨天我們出發的那裡 王后像廣場 我們現在講明了 如果你都不給我預約呢 就麻煩你找個地方給我 是啊 如果你不找給我呢 我們就在鵝頸橋了 我們就在鵝頸橋 哈哈 今次真的睡吧都要改道了 哈哈 我不理你了 我就在鵝頸橋了 我說一百人 那我們一百人香港人 網自己在鵝頸橋那裡打 找些阿婆一起打 那些全香港市民 一萬人喜歡來 就是他們的事了 哈哈 但anyway 我預備留在第二部分詳細講 好 那現在就是 首先介紹一下 這個IPAD座 這個IPAD座 是個網友 對阿楊先生 他拿了衣服過來 他說阿蕭先生 經常跌倒在那裡 他可以打直打滑的 是很厲害的 這個IPAD座 穩真 是不會跌的 對啦 我一說你脫回去出來的時候小心 不是 脫回去出來的時候 掉了就出來 哈哈哈 行車天橋 是啊 那就好了 那就是講回這個 敘利亞先 阿根 阿根 你介紹一下敘利亞的背景 剛剛過了一個週末 聯合國本來想通過一個協議 就support 阿拉伯聯盟 就要求 阿薩德 盡快下台 雖然盡快下台這個字 最後關頭都改了 但是中俄都照樣否決 嗯 那就是 這個是中俄又否決一次 那歐美和阿拉伯聯盟 最主張的幾個國家 就非常憤怒 是 就是說這兩個國家要為敘利亞的平穩死副手 首先大家要知道敘利亞 就是由這個示威 產生武力震壓 到現在就死了六千人 就是上一次 這個中俄否決的議案 到現在呢 就是兩千人 再死多了兩千人 這樣呢 這一次的議案是什麼呢 是呼籲阿薩德下台 嗯 將權力交給副手 是 他呢並沒有包括經濟制裁 嗯 以及軍事制裁在內 並沒有授權任何軍事制裁 嗯 但是呢 中俄呢都不制 就是這樣 嗯 這個就是牽涉到 就是 中國尤其是 就是愚蠢 就是這個 就是跟隨這個俄國 首先為什麼是愚蠢呢 就是因為 嗯 就是 只要俄國反對 就是過不了 你為什麼要做醜人 才可以 是吧 有點奇怪 通常這些情形 通常中國都是投棄權票 對 好像民主黨 在法媒那樣投棄權票 就行了 是啊 不用一起 就是 因為 敘利亞 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幾百萬人 其實呢 有一部份軍隊 就倒了鍋 現在呢 就在炮轟他們 每天都在傷亡 現在人們就問 那你現在呢 現在呢 因為呢 其實呢 俄國呢 覺得上次的利比亞 你先解釋一下 利比亞那件事 當初 說了利比亞的決議案 只是批禁飛區 但是一批了之後呢 就炸炸一下 就連地面部隊都炸起來 怎麼解釋 其實中俄都覺得 好像被決議案 找了笨 是啊 結果你連卡塔菲也都推翻了 終於 是啊 就發現呢 如果他一過了這個議案 呼籲他 你可以up to你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說 叫他下台 不下台是怎樣呢 你違反了利比亞的決議案 他是不是可以拿了這件事來做呢 還有俄羅斯硬著頭皮 要這樣做 因為他跟阿什德的關係太密切 其實整支敘利亞軍隊 幾乎全部的武器都是俄國製造的 他說他有200億美金的投資在敘利亞 而俄國在海外唯一的基地就是敘利亞 即是如果敘利亞沒有了 俄國就沒有了海外基地 在地中海的船就不知在哪裏 即是被迫著保護 是不是 第二就是 其實這些實際利益都是次要的 其實也是在選舉前 普京想善起民族情緒 即是這些事基本上 都是我所說的 就是想善起這些情緒 來營奏內部的團結 但是中國就沒有 沒有項目陪他瘋 中國沒有項目陪他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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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崩口人記崩口碗 曾經一個軍隊開槍射平民的政權 其實他指他投不下成票 他覺得好像掛了自己的花 他最害怕的 中國就是怕 如果可以呼籲阿薩德倒台 如果中國發生什麼事 他就可以呼籲胡錦濤倒台 對 同樣的邏輯 對 同樣的邏輯 凡是這些搞別人的都是反對 因為一會兒講下去 我們講到西藏 其實現在的處境都差不多 有一點類似的苗頭 嗯 我們就講講 其實我想講西藏很久了 因為西藏問題 上次西藏暴動 我講到現在 這個 再講對西藏問題的立場 其實跟香港城邦論 全部都可以在一起 你看說 這一題 蘿product的 campaign 嗯 把鏡頭轉到西藏 從今年3月以來呢 陆陆續續發生哪媽跟 日uve мама市止焉的時間 其實都已經是上個禮拜片 所有的數字可能是不太準了 因為剛剛昨天又有爭若自焚 還有死亡人數加上 啦 這是自焚的 去到19處�� 好 都不断的发出惨叫声 场面相当惊悚 四川省甘孜州道福县的大街上 11月3号一名35岁的西藏女泥 班单取错以自分的激烈手段 抗以大陆西藏的打压 已经很无法这个画面了 一台产后 大便宁重置在寺院里 手拿的烛光以金文来悼念 为了西藏自由而牺牲的女泥 班单取错同间寺院的喇叭 则是走上街头 为西藏人权大声疾呼 从今年3月开始 接二连三发生类似的惨剧 已经有11人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 当中有一大部分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完全无疑问 这必须被视为世界 所以世界能够被独立 以为苹果人们 在此刻完全被阻止 对于这起自焚事件 大陆官方发表了严厉的谴责 不过依照惯例 强硬的手段 恐怕无法有效遏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 为什么这段时间会有自焚 为什么有这么多自焚呢 你解释一下 先看一幅图片 是为了一件这么愚蠢的事情 你明白吗 对拉玛来说的事情是奇耻大辱 就是为了要放在人家 也不会崇敬你 你是要放在庙里 基本上西藏在戒严障太宗 现在拉杀每天的军队和军车都在巡 下周最新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 西藏的纪委已经落杀所有国务 落死命令 如果你们执行维稳的任务 稍有少少消极 都会就地辭职 甚至可能会起诉 可惜香港的报导 是完全不up to这件事的震撼性 其实整个西藏 几乎是在戒严状态上 我觉得很奇怪 这几个星期 主流传媒是没有提到 由四川到西藏 这些事件 四川北边的金枝州 那些人在自焚 这个回到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和城邦论有关 也是讲文化冲突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现在他们有左右派论述 这个完全是 两派都是没有用自由主义者的看法 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就是 在这些问题上 只要你们这些人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明白吗 是不会去勉强任何人做任何事的 就是这样 比如说香港喜欢自治 香港人肯喜欢自治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就是西藏那样 绝对应该自治 这个绝对没有理由不自治 因为西藏 根本是一样灵利流血不止的东西 他说这几年是用了1500亿 洗了在西藏 维稳 是啊 就是洗了1500亿 而还是这样 但是当人命都不要这样的时候 你多少维稳匪都没有用 是啊 因为主要是精神的问题 你是不可以这样做 甚至独立我都不反对 特勒喇嘛也没有说要独立 特勒喇嘛也没有说要独立 他就说要香港的种自治已经足够了 是啊 那就是说大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大西藏问题就是说 西藏以外的西藏人也都要在西藏那样尊重他 就不是说要把大西藏以外的地方 就是在四川、甘肃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结果就是终于搞到这样的收场 就是你是完全猜不到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就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答应了那些人 人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信用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问题如是 就是我们有这个外交陆峰陷件 和当日基鵬飞说明 就是在2007年之后 只要香港人 喜欢全面普选就可以全面普选 就是这个完全违反了 这个完全违反了 那这个呢 西藏呢 就是这个 哦 西藏呢就是这个 入藏17条 签了 那对方违反了 又违反了入藏17条 你说 都是一小撮这个状人 达拉喇嘛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完全 撕毁了入藏17条 是圆桥 不用理 变成了单一国家制 不过我们暂时 停一停 就给孔子五分钟 孔子三分钟 说交人 不是说交人 在这里 在这里 今天说的孔子格言就是 不怨天不由人 下河而上达 知我这其天虎 这个呢就是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大家要明白这个故事的背景 老哀公十四年 首大夜 宿孙氏 车子 随伤 即是驾车的司机 捉到一只野兽 他说这只是怪兽来的 因为你不懂生物学 不知道这只是什么动物 那孔子去看一看这只 蛤 这只是麒麟 有麒麟的吗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麒麟死了 这次很糟糕 麒麟呢 是长寿来的 为什麽在末世那里 会出现 而他又死了 这次很糟糕 所以说 孔子到这里 就开始不再写春秋 春秋是在这里完的 春秋最后就是孔子获伦 他说 这只麒麟呢 两个说法都是麒麟 就是象征孔子来的 生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 你知道吗 于是 这个常寿就死了 这些糟糕的事情 排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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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说 不怨天不由人 我不会賴天 亦都不会賴人 但是他一生人 下壳而上达 那这两个解法 就是 如果以儒家经典的人 就是说 读人世间的书 而终于明白天道 是这样说 就是下壳而上达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豆腐的 这个是傅会作出 基本上孔子是在很低层次开始起 开始读书 而终于是爬到 就是国君都会听他说的层次 就是应该这样解释 知我者其天府 能够明白我的 是不是就是 只有天才能明白我呢 他正在说 这里有一段 是何不出陶 落不出书 不以义乎 他说 其实 到最后这些 这样的详细的东西 何途落书 就是中国 两种学问之耻 其实呢 落书 就是 这个五行之耻 就是天一生水 一鹿是水 就是这样的 何途是什么呢 是个九宫格 打直打横加起来 都是十五的 就是这一条数 就是这样的 有口拳金 哈哈 那这个呢 其实 一定是假法 大家不叫是不是假法 直法 至少要九个月 现在不可能 哈哈哈哈 那孔子呢 但是后来 有人附会作穿 把这个说法 就是说 孔子开心到死了 为什么呢 他说 看到一条鱗 暗示 搞多几百年 就会有个 搞个汉朝出来 就同一天下 就是将他 又不好的东西 汉朝呢 解释到 汉朝的四人 就会出来 但是基本上 就是这句说话 就是说为 一种人生的态度 就是我们不管自己出生卑微也好 我们呢 就 努力向上 而就算祭月不好也好 你不要怨天 不要游人 你知道吗 就是不要怨天 又不要怨人 自己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OK 你说一句吧 博士 是 最难是哪一件事呢 如果说 不怨天 那你怨天 就救不回 事情发生了 你 骂人 都是衣事无补的 嗯 那么 这个世界呢 最重要 就是一般人都是跟在时间后面 做事的 所以变成他们往往出现了 就预料不到结局了 唯一可以跟时间平排的中国哲学家 就是 庄子和老子 都要求跟时间 并进的 但他们都做不到的 是释迦牟尼可以超越了时间的 如果你 训练到自己 超越在时间前面 你永远都不会怨天由人的 因为所有的事物发展 都要掌握到 但如果在世间一般人呢 就用孔子的方法呢 他是可以平衡到心态的 首先我另外再补充几句 就是 倫是什么 就是这样 其实倫在春秋出现 只有一次 就是孔子说这一次 所以呢 韓宇就说 倫是从西面走过来的 就是并非原生动物 就是这样的 倫 就是 麒麟是怎么样 大家知道没有的那些 他 supposedly是一只独角兽来的 结果到明朝有人来进攻 那一只就是有图片的 那一只就是长颈鹿 在索马里找一只长颈鹿回来进攻 就说这一只是麒麟 你一只是 做些事是错的 派钱就被人贬 不派就被人贬 派到现在那些有钱的 好像老师那些 那些多物业 多了几十万 一个单位 你有多少个物业呢 我计不得 你计不得起碼有几百个 没太多 就是那些钉 你也说是他收租的那些有的 你说是有几百个物业 那些钉呢 你无端端有钱的人打 四哥发达了 我打钉 一千多口钉 省一千多万 所以这次政府是有多少问题 真的要跟孔子学一下 那些洞察力不够 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会 孔子三分钟 是由郭兆明博士赞助博春 我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 Tina说她有答案 各位听众有没有留意到 自己冬天是有帅子 或者美女的 这件事情 我从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留意到了 因为呢 冷缩热障的关係 在冬天的时候 那些毛孔会收缩 那自然地 皮肤看上去 会白点和滑点 还有那些轮廓 会收紧了 啊哈 如果我信了Tina 我是不是有多个问题呢 五个一夜情 It's all right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 五个一夜情 早就禁爱 香港许愿节 2012 由大年初一至 正月15号 甲林村许愿广场举行 精彩項目 一浪接一浪 押族节目有 2月4号的 鬼马造型抛补蝶大赛 和2月5号的 韶关歌舞盘赛迎元宵 香港许愿节成功举行 特别名借以下单位 旅游事务处 城市基金 行基兆业 李嘉诚基金 惠德峰 惠元堂 行发点心 长霞政院 新界赛联社 前迪丽艺术基金 国际释家文化中心 新界地产商会 枫园地产 可口可乐 生力啤 megily.com 专业化妆 健康工房 村上旅游 及腾龙攝影器材 全力赞助 中国富强金融集团 股份编号290 专注服务中小型 编号290 野银化妆 游门 大体 20lud